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1年12月21日 西非联市取富贤 周二凌晨,应冠第23轮最后一场比赛上演 富贤界时将坐镇主场迎战西非联 西非联近期表现回暖 目前已经录得三联胜佳绩 面对已经化身和平天使的富贤 西非联在下一城问题不大 富贤在10月中至11月中这段时间斩获一波期联胜 凭借这段时间的优异表现 他们也顺利登上英冠榜首席位 不过来到近期,富贤突然断电 过去四轮联赛均已合局收场 此前火爆的进攻现也威力骤减 要知道他们在此前的连胜中军场入球数在三球以上 而过去的四轮联赛,富贤总共才攻入三球 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成绩会有波动 反观西非联已摆脱此前的不胜困扰 并迎来三连胜,就算富贤金铺座拥主场之力 亦依然不值得支持 西非联近期表现回暖 在上仗击败卡迪夫城后已斩获三连胜 且军场入球数达到二球 更值得称赞的是,期间还有二场比赛能够实现零风 另外,西非联最近六个入球分别有五名不同球员所入 本赛季至今 球队也有七名球员的入球最少二个 攻击点凡多是西非联其中一个优势 头号射手的比利沙伯近期脚风颇顺 过去两仗连场入球 相信金铺在他的带领下 西非联能够顺利全取三分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你的一个赞是我们的鼓励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就马上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